新台币最近变得越来越大了 日元贬值让知名的日系品牌 现在也宣布 在下个月23号开始将会调降价格 所有的商品降幅最多 竟然可以达到33% 等于是直接砍掉了三分之一 不止如此 这欧元的汇率直直落 现在每一欧元几乎等于是一美元了 兑换台币是33.39块钱 平行输入的商品 很多都已经感觉出来价格已经下降了 还有民众趁机要到欧洲去购买精品 因为这个汇差加上了 这个所谓的退税之后 算一算一个名牌包 几乎等于打了六折 日币持续抖扁 日货商品也传出降价好消息 日系品牌有近400项的新品 和既有的商品将调降价格 降幅最高可达到三成 是在日元的贬值部分的汇率的一个反应 那另外一部分当然我们还会做一些制程上的一个检视 日货的业绩部分大概可以成长一成到一成五左右 像是这款香气喷雾机跟精油价格都降了一成左右 压克力收纳盒也降了12% 而降幅最大的像是这款有机棉的衬衫 只要790元 降幅达三成三 台币对欧元建造32字头创下12年来的新低 平行输入精品马上感受到 因为平素的一个商品 它几乎都是每个月都在进货 所以它降价幅度会比一般的精品来得快 增加了将近15%的一个成长 这款酷起包包在欧雷价原本八五折 欧元下跌限杀五折 花大经典包也从八折变成六折 也难怪有许多民众趁着现在出国旅游 顺便买精品抢便宜 这一余盛行容下来台北报道